三なんか 三个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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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是什么 星帐吧 对啊 这是心帐啊 你看 把它打开来 你就是这里破了一个洞 才要看医生 安乙琪呢 他是有一个 十岁大的儿子 那他最大的困境 其實是他的兒子有心臟病的問題 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所面臨到親情上面的痛苦 然後除了正職工作以外 還得兼裁的狀態下 所以我覺得安苡琦 是一個很堅強的代表 覺得蠻不可思議的想說 我真的可以 幸福大家說 我是十歲小孩子的媽媽嗎 他有加了瑞茵的line 所以他就是三不五時就會騷擾他 說你在幹嘛吃飯沒啊怎麼說 然後瑞茵可能一開始有點害羞 還什麼會不會理他 但後面有慢慢被他打開了 所以宇威是有很主動的在關心瑞茵 第一次跟白瑞茵見面 保持著很像是小孩子 跟小孩子之間的關係 跟他玩在一起 我覺得好像有一種就是 我們有時候可以互相欺負 要哭可以一起哭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那個跟家人的感覺更貼近 弟弟 那你姊姊叫什麼名字 安逸琦 那先生你找誰 安逸琦 其實王伯漢他就是一個音樂製作人 因為一首歌的版權的關係 所以跟宇威一起 踏上了這個尋找版權的路 是你說不管有什麼方法 都要找到版權的啊 說的是方法不是叫你違法 其實他就是一個傲嬌的人 就是他其實心裡是暖的 但他不敢表現出來 又貶力這樣 什麼屁孩 但我覺得博捷的詮釋 讓他更有溫度更可愛 知道他有小孩之後 知道他這麼為了小孩 這麼努力 然後一點一點被他打動 日記 客廳裡面繞來繞去 想要找藉口留久一點 我覺得那場戲 柏翰難得比較可愛一點 因為他前面都超兇的嘛 但是你發現了他不同的面 原來他很溫柔 然後他很貼心的 想要幫我有空的時候 陪伴可樂 我覺得海邊的戲 他們三個一起玩水互動 就是超可愛 因為我們戲主要還是比較悲傷嘛 所以看到這種溫暖開心的橋段 都會非常喜歡 在這個最脆弱的時間 遇到了他的愛情 然後他也覺得好像他不應該擁有快樂 所以他決定要放棄他的快樂 就是有些情緒是不用刻意做出來的 所以就很容易被他打動 看到他們兩個的橋段就覺得很心酸 不是單方就是媽媽對小孩的 因為看到那個小孩也是不斷地在照顧媽媽 就他們兩個是一個有點雙生的感覺 但其實我們最後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都有資格快樂 你們一定都要快樂哦 很糟糕為什麼會覺得不單呢 但是因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還沒出現你的心病 我會走遠 只是幸福已經不見